好 我們今天有一個訊息 激勵大家有一個不變的應許 就是神答應很多事情 神會祝福我們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人做得開心快活輕鬆 我未開始之前都介紹一下 我有一個Zoom網上的深度的言經 應用聖經和神學的討論會 是有早上星期一至五早上都有的 八點半至九點之間開始 晚上二三四晚都有的 大家用我的電話接觸我就可以了 94088617可以接觸我 就可以詢問關於Zoom的聚會 在中間大家可以討論的 可以回應的 可以應用的 對生活很有幫助 亦都同時是提升我們生命 提升我們事奉的 我們今天所要講的 就是講到 這個不會轉了 今天所講的 就是這個不變的應許 神的應許是不改變的 他答應了的事情 我們可以觸實 我們希望大家都對神的事 是更加有應許的 首先一個隱言 就講到有個球星 都可以甩底 喊佛信 是一個 籃球的 籃球的明星 他有一次因為賭錢 居然甩底 本來要參加比賽的 是一萬五千個觀眾失望而回 人會甩底到這樣的程度 世人很多時候會放飛機 放飛機的一個俗語 就是說 答應了你 約了你又不出現 約了你什麼時候 又可能完全遲到了 或者自然沒有出現的 人有時是 他忘記了 有時是 有些環境 逼他 譬如說 忽然那些車 沒有車 或者忽然間病了 但是都應該通知對方的 但是人就是會有這件事 就是有時會 完全的甩底 但是神是永遠不會放飛機 神永遠不會甩底的 那麼我們首先呢 又觸實一句應許 提安體後書二章十三節 我們忽然失信 他刑事可信的 因為他不能背負自己 就是說 神是完全不會 違背他所答應的事 他說了一定不做的 所以其實聖經很多的應許 我們可以觸實 有些人對於神的話語 沒有什麼信心 因為可能他們 第一 他們不知道聖經 真的很多證據 證明是神的說話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科學的學生 我研究過了 聖經是很肯定是神的說話的 有很多證據的 聖經的預言非常準確 聖經的科學性 在幾千年之前 這個地球 就是人都未知道有地球的存在 只是知道地是平的 那時候 那時候聖經已經說到地是懸掛在虛空 還有是一個球體 這個是看到聖經的科學性 即是科學家未發現的科學的事實 聖經一早已經知道了 在若白記有一句說話 你能否發出閃電告訴別人 我們在這裡呢 這句說話今天應驗在我們的手機 很多時候手機就會發出信息 手機的能量是來自電 閃電是極強極強的電 不過都是一樣同樣的電 而聖經一早已經說定了 你能否發出一些電 去告訴別人我們在這裡呢 因為聖經那時候沒有家的電 所以只能夠說閃電 告訴別人我們在這裡呢 這件事今天是很多時候都應驗的 很多人說我來到哪裡了 來到教堂樓下 我來到街角了 你在哪裡啊 這也是聖經一早知道的東西來的 即是說原來聖經說的 真是會應驗的 它是有確據的 還有聖經是神可以經歷的 聖靈可以經歷的 就是聖經所說到 神會叫我們有平安喜樂 興省啊 醫治啊 安慰啊 趕邪靈啊 神都答應了他照入做的 還有也有些人離世 短暫的離世 或者他們祈禱上天堂 可以見到天 可以見到神 可以見到耶穌 可以見到天使 可以見到天使 就證明呢 真是人死了不是完了的 人是真是可以去到天堂 真是有天堂的存在 有地獄的存在 那這些呢 都是一個很簡略給大家知道 聖經是可信的 聖經講的說話是可信 它是神的說話 所以它答應的東西呢 是可以應驗的 那就是說呢 神是會 祂不會背負自己 他答應了的 他一定會照著你做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放心 相信聖經的說話 雖然我們會失信 人會失信 但是呢 神仍是可信的 因為祂不能背負自己的 好了 那就在晚太福音六章二十五節 這裏說到呢 耶穌就用 神怎樣照顧 雀仔和百合花 來告訴我們 神都會照顧我們 這就是一個應許 一個應許 用神在這個世界上 所做的事 去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相信 神的應許 在這裏說呢 不要為生命憂慮 吃什麼喝什麼 不要為身體憂慮 穿什麼 你看看天上的飛鳥 它又不用耕種 又不用積蓄 那個 又不用積蓄 在倉裡面 你的天父都會養活它 就是神會照顧那些飛鳥 所以神呢 同樣都是會照顧我們的 我們比飛鳥貴重得多 就是神會照顧我們 還有呢 百合花 神會裝飾它 比所羅門所穿的衣服 最榮華的時候 穿的衣服更加漂亮的 大家看看自己的衣服 還有 看看那些花 那種的漂亮 那種質地呢 是真的 人造的衣服 是永遠都做不到的 那這裏就告訴我們 神答應的事 祂一定會做的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信任神 那人呢 就開心快活了 輕輕鬆鬆 沒有淡子 沒有煩惱 沒有什麼影響我們 是時時都很輕省的 做人可以很輕省的 好啦 那我們下面呢 用這個經文呢 就是 一會我們會用一個人文 去講到神 答應什麼呢 在高麗多前書一章二十七節 那裡說 神術 卻簡選要世上餘絕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簡選要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羞愧 因為普通世人來說呢 就覺得 哇 那些人的智商不夠高呢 就 好似低人一等的 還有呢 身體軟弱有病啊 那就會低人一等 但是神話 我能夠叫那些軟弱的 他們的能力 因為有神的能力 可以叫那些有能力的人羞愧的 而叫那些慾絕的 他的智商不是那麼高的 讀書不是那麼多的 就會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就是說人的智慧和能力 怎樣都不及神 在一個軟弱 還有呢 他本身沒有很高的智慧的人 身上所彰顯的工作更加強 神可以祝福這個人 雖然他軟弱 或者他學識不夠多 他智慧不夠高 但是神可以使用這個人 超越世上人的聰明智慧的 那我是會用一個人物 就是一個叫做恆臨子的人物 這個人物其實對我都有很大的影響的 因為以前我曾經在侍奉的時候 就有一個傳導人 他背後的批評 其實呢 基督徒應該愛神 愛人的 但是人總有軟弱 就是我們就不要以為 就是說基督徒或者是 傳導人一定是完美 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 而人有時他的期望 他會做錯一些事的 那我是可以接受可以源流 但是當時呢 我是受他影響的 那是怎樣受影響呢 因為他批判了 令到我很大壓力 事奉很大的壓力 那時候呢 我偶然間又有看到恆臨子所寫的書 他很多寫都是很短篇的 就是有很多是很短的一篇文章 說到很多地方呢 說到呢 神怎樣祝福 那譬如其中有講到呢 他說呢 我試過很煩惱了 恆臨子是很特別的 他受很多苦的 那我就先講一講他自己 他百分之九十的關節 都是極之痛的 譬如很多人睡覺 沒有那麼痛的 他不是的 他睡覺擲著那一邊呢 可能那邊又痛的 所以呢 他睡在這邊又要睡在那邊 有時做到很痛的時候 連睡在床都很痛 那他要站在那裏呢 瞎著眼睛 這樣就 不靠著那邊呢 就沒有那麼痛 就是其實呢 他可以說 普通人來說是活得很辛苦的 那還有他本來是很消極的 他未信耶穌之前是很消極的 信了之後呢 他就選擇感恩和喜樂 就是算是 數算所有的恩典和學習去喜樂 那他的學歷只有小學 一個人小學 而他全身的關節有這麼嚴重的問題 整天都在痛苦之中 整天都會睡覺睡不到 那這樣的人就好像沒有盼望那樣 但是呢 神是祝福他的 當他信耶穌之後呢 他寫了很多的 這個有講到 有散文 小說 廣播劇 電視劇 舞台劇 都獲得樹榮 就是都是寫出來非常之好的 被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 那也都成立一些機構幫助一些有殘障的人 那他晚年不能夠執筆 即是連他寫字都不行 那他就用口述 那他其實初頭寫的時候 都不是普通人拿筆的 他要兩隻手一起拿筆 他才寫到的 那時候又不是有電腦 不是好像我們現在打字那樣 那他有時需要人幫助 也都周圍的人對他很大的鼓勵 他的媽媽對他很大的鼓勵 很大的幫助 那當時他寫了一些什麼說話呢 給我很大的鼓勵 其中呢他有講到呢 他說你看看天上的魂 那些魂會告訴你 雖然你有苦路 很快會改變的 你看那些魂 看著他有時就看到 那些魂好像隻狗一樣 有時那些魂好像一條魚一樣 但一會兒就轉不像了 他說這個世界上都會改變 就去幫我們去看透人生 其實什麼都會改變的 那他也都講到一條小路 一條小路 他說這條小路呢 很多人早上衝忙地上班 晚上就很累地走回這條路 但是沒有人留意到 這條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但是他說到有一個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呢 走過那條路的時候呢 他很有趣 我看到剛剛有水潭 落完雨之後有水潭 他就踩到水潭裡 很開心那些水沾上來 他又沒有什麼大人那種心 大人的心說 賺點水上來不就很骯髒了 他又沒有這麼想 他踩到水上去 那些水沾上來 他又覺得好玩 他又看到一隻蝗牛 他又伸手摸一下蝗牛的觸覺 跟著蝗牛又縮起來 他又覺得好可愛 他又看到花又覺得好美 那他說到呢 小朋友因為很單純 在他眼中就好像有天堂 很美麗 當然真正的天堂 不只是世上這種天堂 世上的天堂是不及於天上的天堂 是極之美麗的 那他講到原來一個人的眼光 可以改變一個人呢 對生命的看法 就是雖然呢 很平凡的東西 我們留意的時候呢 都會發現有很多東西可以享受 可以呢 是欣賞 可以成為我們的祝福的 那他就有很多這樣的散物 其中一篇呢 另一篇 他就講到有一次的 就是飛蛾在他周圍 飛來飛去 在那裏 就是令到他有些騷擾 那他呢 就用一隻手一拍拍在飛蛾那裏 然後飛蛾在那裏 就是這樣在那裏震動 他就感覺到他的生命力 雖然這個飛蛾非常脆弱 他感覺到這個生命力呢 他就放手 讓他的飛蛾飛走 他就說 哇 一隻飛蛾都有這麼強的生命力 我都可以有這種生命力 那他講到生命力 也都講到 有一次他有個牆 那個牆裡有個洞 那個洞呢 其實真的 就是有光 就是沒有特別 但是他有一顆種子掉下去 居然那顆種子可以發芽 可以開始生長 他說生命力真的很強 那他都自己說 雖然我有很多病痛 但是呢 我的生命可以發揮我的生命 這個恆林子呢 他真的觸實神的應許 就是說呢 神能夠在軟弱的人身上 顯出他的能力 在餘絕的人身上 顯出他的智慧教 智慧的人修慧教 有能力的修慧 就是神可以使用一個軟弱的人 杭林子呢 學力不高 就是真的不是一個高智慧的人 但是他的智慧高過很多人 他所寫的書 是影響更多人的 那他是身體很多病痛 但是呢 他居然呢 可以呢 在他病痛之中 祝福很多人 他也曾經有憂鬱 他幫助很多憂鬱的人 得到醫治 當時我看他的散文 我真的很喜歡 覺得呢 真的用你這個眼光看的時候 我可以放下人對目的要求 批判 其實那個傳統人 本身都是很有果效事夢的 可能他的期望很高 所以他對我有一種期望 因為我們一齊同工 但是呢 那個期望 他不知道是會令到我用很大的壓力 那這個就是人與人相處那方面的 那神都是喜悅他做的很多的事 那他當時沒有留意到他所做的事 是對我的影響 那但是神呢 在這件事呢 叫我更加成長 叫我更加呢 倚靠神 從神得力 不受人的影響 這個是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神去祝福我的 那這裡是杭林子很多的作品 真是呢 多得不得了 真是很神奇的 神可以使用一個這樣的人 渣筆都有問題的人 居然呢 能夠寫作這麼多 好了 那另外一個經文呢 也都在他身上應認了 就是《加勒泰書》五章二十二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 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即他裡面 其實本來沒有什麼喜樂的 本來沒有什麼平安的 本來是很消極的 但是神可以改變他的生命 讓他活出 喜樂平安 有動力 是積極的人生 這個就是神的能力 神已經成長 有很多人親近神 他真的呢 他本身很軟弱 很平凡 智慧不高 但是神可以使用他 甚至超越其他強壯的智慧的人 神也都能夠叫一個很平凡的 或者是憂傷的人 經歷到醫治 以至他能夠有平安喜樂 那這個呢 就是原來在祝神的應許 我們做人就開心些了 但是有很多人呢 他們信耶穌也好 他沒有在祝神的應許 他沒有從神得力 這樣呢 他雖然信耶穌 但他並沒有什麼力量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留意了 我們在祝神的應許 讓我們生命可以背得更加豐盛 好了 另一個經文呢 也是神的應許 就是呢 道策來 這個道策可以說人 也都可以說魔鬼 他來做什麼呢 偷竊殺害毀壞 人會破壞人的生命 魔鬼也是很想去偷竊人所有的東西 殺害人的生命 令到他想自殺 破壞他的生命 還有毀壞他所做的一切 而耶穌來呢 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得得得更豐盛 耶穌是叫人有豐盛的生命 是一個很豐富的人生 不是一個 就是沒有什麼果效的人生 有些人說 我人生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果效 其實只要我們聽話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可以極度的發揮 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可以真的像一個豐盛的生命 那這個人呢 我講的可能有些人聽過 叫Nick 那他呢就是 生出來就是 是沒有手沒有腳 只是有幾隻腳趾 就是有一隻腳是有腳板 以及有幾隻腳趾 也都不是完整的 那你可以說真的 哇 這樣的人 真的好 很有問題 就是很多方面都很有問題 其實他自己呢 小時候呢 是自殺過的 他在浴缸上浸死自己 但結果失敗的 那他呢 他呢 上學的時候 他曾經上學第一天 那些學生呢 那些同學呢 就笑他 他就回家 他就說 我不想上學了 因為那些 上學的時候 那些同學笑他 那但是呢 他父母就鼓勵他 教他 那如果那些同學 取笑他 你可以說 請你們不要取笑我 那幾句說話 那那些同學 真的聽到他說呢 就居然呢 居然向他道歉 那這個人 有些人覺得 哇 極其量 就是很多人 就是那個人生存 好像叫做什麼 Vetrable 就是好像呢 一棵植物這樣 沒有什麼作用的東西 就是有人餵你吃飯 每天呢 就是人家做完所有的事情 幫你 那你就坐在那裡 什麼都沒有成就 但這個人呢 是很特別的 那他曾經呢 首先說到他 曾經埋怨神 質疑神 他父母是教徒來的 是傳道人來的 那他八歲就想死 十歲就嘗試在浴光 把自己浸死 就是一個這樣的 他真的很困難 所以他想死 那大約十七歲的時候 有一個清潔工人 和一個老師 鼓勵他做激勵性的講員 因為他後來呢 他真的靠耶穌得力 變成他有人生的目標 那他的人呢 就變得有激勵性 他說的說話有激勵性 那你就有一個清潔工人就說 其實你說話真的 很有影響人的力量 因為你 雖然你這樣 但是你居然呢 可以這麼積極做人 在他的影片 網上網 大家可以找到的 他呢 很多事情是他自己做的 那麼他也都懂得游泳 他呢 也都懂得 就是有不同的事情 普通人做不到的 他是做 就是他會 普通人容易做到的事情 他都會去做的 譬如他自己怎樣刷牙 怎樣剃鬚 他都有展示出來怎樣做的 那這個都是他 他真的學去衝破 並且呢 他真的聽了這個清潔工人 和一個老師鼓勵他 他真的做了一個激勵性的講義 他現在呢 全世界不同地方 很多人請他去的 很多人得鼓勵 他說這個人 好像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他居然呢 可以這麼有鼓勵性 有很多人就說 哇 這個人真的很厲害 就是為什麼 哇 我們每天都有了 有了四肢 有學歷 但是呢 我們都不像他這麼開心 有人生目標 所以他去到很多地方呢 令到很多人有很大的鼓勵 這個大家看到他在玩滑板 還有他家庭 他結了婚 有幾個子女 這個都是他 就是他生命的改變 神怎樣祝福他 就是神使那些軟弱的 就是他真的是軟弱的 叫那些強壯的羞愧 那些人比他更厲害 但是呢 很多很灰心啊 有情緒問題啊 但是呢 Nake是幫很多人 勝過情緒的問題的 那這個就是看得到 原來神可以叫人 有封聖生命 就算本身的條件 不是那麼好 神可以祝福我們 也都有一個呢 可能大家聽過 叫Jonie 他呢 有一次呢 跳水的時候呢 一撞 他就沒有想到 下面有一塊石 他就在海灘那裡跳水 就撞到個頭 撞到頭 撞到頭之後 跟著他由頸以下呢 就全部癱瘋 那這個人可能 真的覺得好像沒什麼用的 但後來呢 他就怎樣呢 他就是用個口 拿著一支筆 來畫畫 他的畫呢 是很受人歡迎的 很多人去買的 就畫畫畫呢 去鼓勵人 那就是用個口 拿著一支筆 真的呢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故事 他的名字應該是串 J-O-N-I 那種Jonie的名字 那這個人 也都是很特別 就是神呢 能夠在一個軟弱的人身上 顯出他的能力 好了 那現在 跟著我又講其他的 神的應許 我們可以祝神 神的應許 要行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實 也不要膽怯 很多世人呢 都有煩惱啦 不開心啦 有激氣怒吵啦 耶穌說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我所賜的不是好像世人所賜的 我的平安是 極度的平安是能夠令到我們 在一切的困難中得勝的 曾經有一個畫畫的比賽 講到在神裡面的平安 那麼有很多人都說 譬如那些人在一些很舒服的環境 很安舒的環境很平安 但是有一個人呢 很特別是在一個大風浪之中 有一隻船 那隻船呢 在一個大風浪中 它可以有一種的平靜 就是說原來呢 就算在風浪之中 神給我們的平安 可以在風浪之中 在困難之中 被人傷害之中 我們可以不受它的影響 就是我們不吃它的垃圾 因為人總會傷害人 尤其是罪人呢 是更加容易傷害人的 而我們有耶穌的時候 我們有平安喜樂 就算有人傷害我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的 但是有很多人呢 就很介意人怎樣傷害他 結果呢他就受了很多傷害 但是我們可以學習 不需要吃這些垃圾的 這個是一個方法 我們首先不給世人影響 然後我們有神的同在 神可以將平安喜樂 賜給我們的 還有呢 親近神 聖經答應了 親近神是得力的來源 非常之重要的 親近神是真的會帶來平安喜樂 那麼我們很多基督徒都有這個經歷 不過他整天都懶了 他就想到唉呦 我又沒有空 其實第一 我們可以抽時間親近神 第二呢 是做任何其他事的時候都可以親近神 譬如一路走路搭車 首先做那些簡單的事 走路搭車 擦牙 洗澡 可以一路讚美耶穌 感謝天父 多謝天父 Hallelujah 那我講到那時候 我被這個傳道人影響的時候 我習慣了在洗澡的時候 一路經常呼叫耶穌 一路呼叫耶穌 求耶穌幫助我 釋放我 亦都是開始我這個習慣 去在神裡面 靠耶穌 親近耶穌得到平穩安靜 那時候我也都很喜歡唱詩篇 配了一個音 有一首歌 因為他每一句都很長 好像配很多詩篇的字 我唱其中一點 我的心被溫安靜 好著斷過你的孩子 在他無真的懷中 我的心被溫安靜 那時候我很喜歡唱這些詩篇 當我唱的時候 越唱越平安 越舒服越輕盛 所以其實那個 雖然我受人的 當時的批評 令到我心裡很大的壓力 但反而成為我祝福 更加我拔著神 親近神的時候更加得力 那他越親近神 越能夠進入神的同在 越經歷到神的各方面的祝福 生命都更大被提升 這個也是我生命被提升的 其中一個生命中的環節 在詩篇十六篇第八節那裡說 我將耶穌常擺在我面前 一旦在我右邊 我面不折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這條講道就是 將神常常擺在我面前 就是親近神 因為祂在我右邊的時候 跟我一起 我就不會搖動 不會被人影響了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們整個心靈都開心 變得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如果大家留意在親近神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覺得舒服、平安、輕鬆 這也是神不僅僅祝福心靈 你也祝福身體的 有些人就覺得 信耶穌只是祝福心靈 但是神既然 祂是創造我們的身體 祂也會祝福我們的身體 讓我們的身體 平安、舒服、輕鬆、更加健康 睡得更加好 身體又健康、又有好的睡眠 有些人有病了 我要祈禱 他覺得舒服、輕鬆一些 這都是神的醫治的方法之一 所以原來我們祝實神的意 第一就是祝實 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神一定祝福我們 我們親近神 神就會叫我們的心歡喜 我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整個人就得福了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 就算他很有錢 有時都會很猛躁、很激氣怒躁 或是要求人 要求很多 期望他的子女如何成功 但他的子女做不到的時候 他就很猛躁 發覺越猛躁 反而他的子女是不成長 反而抗拒他 但如果他平穩、安靜 不受他的子女 不聽話的地方 一又對他子女有內心、有愛心 有時他的子女反而會被他更生改變 好了,然後也都說到 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就多跌果子 在約翰福音十五章五節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又常在他裏面 這人就多跌果子 其實耶穌有很多英語都顯出他的神性 有些人說耶穌沒有直接說我是神 其實這條經文是告訴我們 祂是神 為什麼呢? 祂說常在我裏面 我又常在你裏面 那耶穌怎麼可以在我們裏面呢? 如果普通人怎麼可以說 你常在我裏面 我就在你裏面 首先普通人你不能說 你在我 即是說 那些人常在耶穌裏面 那怎麼進去耶穌裏面 耶穌是一個人 但是耶穌是神 所以人可以親近神的時候 進入耶穌裏面 這個已經顯出祂是神 然後那個人 首先那個人常在耶穌裏面 耶穌又常在他裏面 耶穌又住在他裏面 那耶穌怎麼可以住在人裏面呢? 所以這裏呢是告訴我們 耶穌是神 祂可以住在人的心中 人亦都可以住在他裏面 那以後呢 祂就可以祝福人 改變人了 叫人多結果子 即是神有這個能力 叫人多結果子的 普通人 即是不能夠說 我令到你的生命怎麼提升 人沒有這個能力 但耶穌有這個能力 那這裏都是應許的 應許意思是甚麼呢? 祂答應 祂答應呢 就叫我們能夠多結果子 所以生命呢就很燦爛了 生命呢發出個人的光輝 能夠影響別人 能夠整個生命呢 是封聖的 其實很多經文呢 都是應許來的 就是叫人活得更封聖 這個是一個應許來的 在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是一個應許來的 我會賜給你的 先求神的國同的義 一切加給我們 這個也是應許來的 那我們就明白 神的應許了 在下面有羅馬書五章五節 因為所刺激 我們這些聖靈 將神的愛囂貫在我們心裡 這個也是應許的 就是聖靈可以將神的愛 傾倒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在1998年的時候 安卡羅為我按走的時候 即時覺得很強烈的電流 進入我裡面 還有很強烈的愛 強烈到我是很感動很感動 跟著我整個生命 給神更大的提升 令到我真的說 原來神可以這樣經歷的 我真的更多時間親近神 和全身毀身跟蹤神 和我以後其身土 我都可以經歷神的平安 興省和喜樂的 這個真的是很特別的禮物 原來這個也是應許的 我們是可以經歷神的愛的 然後我們先求神的國同的義 一切會加給我們 很多人擔心生活的事 聖經答應過我們 我們關心神的國度 和祂的義這一切加給我們 那先求神的國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想多些人信耶穌 想多些人得到救恩 即是說去傳福音 也都為祈禱 求主耶穌拯救他們 這個第一個意思就是 想人得救 第二個意思就是 讓耶穌作王就是祂的國 很多人說信耶穌 但是祂的心是被情慾作王 那時候其實祂不是耶穌作王的 如果我們說 耶穌你作事 你說甚麼我就做甚麼 你叫我我就遵從你 讓我的心成為你的居所 這樣神的國就在我們的心中 有些基督徒是有耶穌 不過耶穌只是在祂生命中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的時候 祂的生命肯定不是大大被耶穌充滿的 祂不是真的先求神的國 如果先求神的國 就是祂會讓耶穌在祂心中作王 這樣的時候 還有追求神的義 神的義都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神的義徒 就是耶穌基督赦免我們的罪 祂的義遮蓋我們 就是在神眼中 我們好像耶穌那樣聖結 第二個意思就是 我們都追求 撇出聖靈的果子 和事物的果子 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是我們追求遵從神 這樣的時候 這些一切就交給我們 我們說我們需要在一起 我們需要如何提升生命 神的供應 神提升我們有聰明智慧 有個人的恩慈 事奉的機會 祝福人的機會 或者我們日常需要的人 神都會祝福我們 這個就是神一個很特別的應許 幫助我們每一個人都深信 在神裡面 我們是可以活得很豐盛的 所以祝實神的應許 每天都說 神答應了我 我就相信 我猜大家 都會去聽我這個訊息 當你聽的時候 那些聖經的經文 大家可以 練一句 記一句 你在聖經再找 還有更多經文 是講到神的應許 當你經常觸實這些應許 經常都深信 這些應許會應驗 你就會發覺 越來越應驗在你身上 我自己真的 經常觸實神的應許 我發覺神在每一方面都祝福我 透過我祝福很多人 我感謝主 讓我祝福現在在非洲很多的 非洲的牧師 如何訓練他們的士工神 訓練他們是如何提升生命 處理生命 並且各方面去提升 並且現在在他們的洪水 因為現在那些全球變暖 變得很嚴重 在洪水和悍災 他們很多農作物失收 是很淒涼 但是神使用我們去祝福他們 也都求神去憐憫他們 祝福他們的地方 這個世界是將會進入災難的時期 因為耶穌法要回來 我們需要耶穌的能力 和神的同在 讓我們有能力 在這一切之中能夠得勝 這裡其中的應許就是 哥倫多詞書二章九節 神是愛祂的人所遇的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生未曾想到的東西 就是當我們愛神的時候 神就會將很多奇妙 我們想都想不到的恩典賜給我們 你想像不到的 譬如我自己真是神為我預備 我想都想不到的機會 讀書 學習很多樣的東西 有機會在各方面事物去發揮 這些都是神為我預備的 我很多謝神 就是神會應許的 還有行過死有我憂公 有不怕遭害 因為神與我同在 還有神也應許跟我們說話 神會跟我們說話 帶領我們的 有些人未必聽到神的聲音 但他會有一些意念 神會帶領他 譬如我這樣 我沒有聽過神的聲音 但是神很多教導給我 是可以教導別人的 這都是神給我的意念 去怎樣提升我的教導 還有我們專心養了耶穌法 不要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 神都認定祂 祂會指引我們的路 帶領我們的路 發揮我們的生命 這時候我跟大家唱一首詩歌 希望大家都去 這首詩歌的應許放在心上 就是神啊 我願意走在你的路上 完全去遵從你 做你所吩咐的 神你一定祝福的 先求神的國和你的義 這一切都會加給我們的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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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神你有很多音典的 多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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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